從空中俯瞰台中市的夜景 長進的人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雖然很美 但他可能也沒心情來欣賞 28號晚間 從金門要趕往台中殺戮 參加盧秀燕造勢活動 預計晚上8點半上台宣講 班機卻無法降落 受困高空 雖然地機在空中 盤旋了一個小時 看到台中的美景 但是還是要為盧秀燕加油 民航局台中站主任證實 在晚間7點多 有一架無人機闖入機場 影響了一架次航班延誤半小時 而目前還找不到無人機的來源 同一時段距離大約6公里外 盧秀燕造勢場合也被無人機闖入 活動過程中 共有三架次的無人機進到會場上空 不過根據空拍機空域查詢 會場上空是綠區 是縣市政府允許使用的範圍 警方卻還是使用干擾槍驅離 是有原因的 共三架次進入會場上空 飛行高度約50到100米 無人遙控機不得於人群聚集 或室外集會遊行上空活動 不得於日落後至日出前之時間揮航 且確認主辦方欲未依法提出申請 於活動中使用無人遙控機 警方表示主辦單位並沒有申請 所以依照偉安的需求 還是用電磁波干擾 驅離來源不明的無人機 也強調並非擊落 機場造勢會場都發生無人機干擾事件 雖然之間並無關聯 但警方將持續追查是誰搞的鬼 東三新聞高志宏張志凱台中採訪報導 我們的世界總讓人措手不及 但是我們的新聞帶給您耳目一新 隨著世界局勢的緊張 也讓通膨壓力更加擴大 能源以及糧食危機 已經衝擊到了亞洲金融 極端氣候比想像中更加靠近 您感受到了嗎 關注及跟上陳吟的腳步 抵達不期而遇的國度 從容 輕力 您最完美的選擇 東森世界日報